哈囉 大家好 我是林冠 健康好生活有YouTube的官方頻道囉 大家記得要趕快按訂閱喔 我們小郭師傅也要分享一個 無花果甘露煮 你說這個做完就像蜜餞 對 其實這道料理很好笑 是我以前常常在喝白酒 紅酒 剩下的酒 不知道該怎麼辦 有時候放在冰箱裡面 很討厭 那我就把這些酒收集成一罐 那不管它有時候常常有水果酒 什麼酒都沒關係 不管什麼樣的酒喝剩下來了 你就把酒收集起來 放一起也沒關係 還有風味會有不同的改變 管你是多高級的酒 有剩的話你就把它留下來 那首先將那個酒 我們從冰箱裡拿出來的酒 先泡著我們的無花果 那我今天選了兩種 你今天泡了兩種無花果 這一種我常常看到 有的時候有一些料理裡頭 也有這種無花果果乾嘛 那你今天另外這一種 本身長得已經夠像蜜餞了 這是不同品種無花果 它是天津甘利來裝的 這是歧視無花果 在美國種的 那我們叫它當然紅色顏色 它的抗氧化 花青素 花青素好 還有要記住 我們一定要先讓它浸泡過30分鐘 為什麼 無花果在乾燥的過程中 它在乾燥完之後 它裡面是沒有辦法被揮發出來 就算你在煮 它煮不出來 但是你要利用它酒 去引誘它裡面味道 色散出來 所以我一開始的時候 泡過這個水分 我將這樣的水分 好 先讓它煮熱 這個是泡了30分鐘 對 30分鐘之後 你兩種品種的 都混在一起 難怪你說所有的酒都混在一起 沒關係 我覺得它是在清家裡的聖酒 對 沒錯 剛剛講完文是清聖飯 那現在是清聖酒 OK 另外呢 我在 如果說我們要加枸杞 那其實像這道 這道無花果很有趣 你還可以加很多東西 加蘋果 蘋果 蘋果也可以加 蘋果新鮮的蘋果 新鮮的蘋果 還有柿乾 真的啊 柿子乾 對 柿子乾 就是那種柿餅那種 柿乾 對 柿乾也很棒 那現場是剛好 我剛剛有看到很棒的枸杞 那我先將枸杞的水下去去 這個是泡水 不是泡酒 對 泡水 那為什麼我都會先下 這樣的水下去煮呢 第一個叫做味道勻合 如果沒先將它味道勻合 就將我的材料下去煮 會非常的不平均 所以先讓它勻合的過程 所以汁液先讓它勻合 對 那接下來就是說 像它我們在做蜜漬的時候 我通常都會下點糖 可是這個糖的關鍵點在於 我的酒 如果糖分很高 像今天這是水果酒 對 那我糖就是少量 少量 以我現在這樣直接看的話 大概少許就好了 好 少許就好 對 那你有的時候 你家裡頭剩的清酒 也可以做這個嗎 當然 清酒的話比較適合 就不適合無花果 因為它是米漬的 那本草植物跟草本植物是不一樣 所以它做的那個搭配的食材不一樣 米酒的話就適合我們的黑棗紅棗 對 所以一模一樣的做法 家裡頭的那種黑棗紅棗 也可以用米酒這樣來蜜製 對 很微妙 我試過用米酒 用那個清酒來煮這個 會有苦味 真的 所以它是有不一樣的東西 那米酒來煮這個呢 米酒煮這個可以 但是煮到紅色會有苦味 就是有它的相似相克 我跟你講 因為我猜紅色 它花青素的含量是比較多的 對 那你知道很妙的是 花青素系列 有一些它是微苦的 對 所以它可能如果是剛好是 什麼特殊的融質融出來之後 把它苦外融洞出來了 好 那我們微熱的時候 剛剛糖也融化了 對 你可以聞一下那味道 酒香味再加上 所以無花果的香味 有 先讓它稍微做勻合 不用大滾就可以將它下去 所以我們的材料就下去 對 就讓它下去 這時候呢 你就可以去看電視了 就是這段利用看電視 先讓它去慢慢的煮 就這樣子煮蜜餞 對 可是如果我們觀眾 現在正在看這一段電視 你就不用去看其他電視 看現在這一段電視就可以了 OK 不要走開 沒錯 繼續讓它大火煮 理論上 煮這道的時間要有一點時間 大概要在8到10分鐘 但是我就是大火讓它煮 不管怎麼煮 就煮到它收汁 收乾 利用它收汁的時間 我要再做它搭配的一個香氣 因為單薯這樣煮的過程 它會完全都是糖 對 那我們都完全都是糖的時候 我吃的時候一定會膩 所以關鍵要一點點的醬油 一般的醬油嗎 一般的醬油就好 用醬油去調製所謂的甜 跟鹹的中間的味道 那因為我們在調製的時候 一點點就夠了 一小匙 一小匙就夠了 就我們剛剛這個 一小匙的這一個湯匙 那一鍋就只有這一小匙 我分享一個 全日本所有的核果子 它的關鍵的甜 操控甜度的秘密就在醬油 都是醬油 不是鹽巴 對 不是鹽巴 好 就讓它煮 那這時候在煮的時間 味道都出來了 有 有那個醬油 對不對 對 OK 我們來炒芝麻 好 我們的乾鍋 然後直接加溫加熱 然後一樣是乾燥的芝麻粒 把它炒香 對 我們要先炒芝麻 那芝麻我們常常在炒的時候 忽然間一下就變黑了 為什麼 對 因為我們常常就不知道 它溫度在哪裡 所以我現在大火 接下來你手碰一下 手不能摸的話就代表很燙 對不對 但是現在還可以摸 還不會很燙 當它很燙的時候 火就關掉 然後一樣為了讓它受熱均勻 你會這個 用余溫就好了 來攪拌它 好 很燙的 換掉 不要理它 就這樣子 不要理它 炒芝麻就是你過多的炒 油出來也沒有意義 對 你利用後面的余溫 而且會加化 對 香味出來就好了 那麼烘它 所以我鍋子的余溫 到目前為止 都還在乾燥這一些芝麻粒 然後這樣也不會過度加熱 因為芝麻的油脂 也是好的油脂 可是過度加熱之後 這一個芝麻的油脂 也會浪費了 對 你看那個香味 而且芝麻經過適度的備炒之後 它不只是香氣出來 重點是他們過去有研究發現 芝麻在一定的備炒程序之後 它的抗氧化力是增加的 對 因為比如說 它裡面含的一些抗氧化成分 像胃酸這一系列 它反而是加溫之後 抗氧化能力變好 大家以為很多時候 很多人想法都說 米仔煮下去它就不會抗氧化 它就沒有滋化素 它就沒有生素 沒錯 與不同的分類 不同的植化素 它有不同的個性 像這一款 它就稍微加溫過 但不能過度 稍微加溫之後 它的抗氧化力提升 對 真是有差 接下來我們有這個枸杞 直接加到芝麻裡面 芝麻你剛剛把它乾燥了 炒香了 現在枸杞下去 枸杞上面有汁有沒有 它會芝麻的香味跟汁會勻合 先不要開火 先讓它完全沾濕 所以現在還是用鍋子的餘溫 來讓它沾 對 有時候我們常常 直接加熱的話東西就 它原本的很好的部分 就被破壞掉 所以像這樣沾完之後 等一下在最後在收汁的時候 再將這樣的枸杞 拌入就可以了 枸杞不是一起煮的 煮的話它該有的東西 被破壞掉 只要在最後的時候 做拌炒就好了 好 那我們煮它的同時 問一下江醫師 很多女孩子超愛吃蜜杞 包括說像前一陣子是梅子季 那我們自己做的脆梅 其實做成了之後 它會有點咖啡合色 跟外頭還有一些脆梅 就像你那襯衫一樣綠 非常漂亮的顏色 非常漂亮的顏色 對 那很多蜜杞 它隱含著一大堆 你根本不知道是什麼東西的添加物 尤其是蜜杏 我們本來想說蜜杏是要用糖來製 就是用糖來降低水活性 讓不長細菌 可是我跟你講糖真的太貴 所以常常見到的是 還是要加甜味劑 像甜筋這個東西 那這個甜筋 尤其是在台灣的經驗裡面 它常常過量 因為我們很多的商店 根本不會用天秤 去量這些微量的東西 它隨便就壓一壓 那你沒有想過一個問題是 甜筋本身過量的時候 它會造成腎小管的傷害 所以它是一個腎毒物 所以它並不是一個很安全的東西 所以其實很多東西 我們觀眾朋友學著自己做 其實可以保護一家的老小 那外頭很多蜜杏 都是加了甜筋的 沒錯 所以吃多了 搞不好腎臟就這樣吃壞了 對 而且甜筋不但這個問題 它也有產生低血淋 等等的其他的併發症 所以像這種人工的甜味劑 其實站在健康的觀點 應該盡量要避免 還有女生要小心 甜筋吃多了 照到太陽容易變曬黑 因為它有光明感性 好 師傅 我們這一鍋 現在看到收乾了 而且好香 很讚對不對 最後的時候 我還要再加一匙的醬油下去 還有加醬油嗎 對 相信我 我好期待這個味道 對 多加一點 我這裡聞到有點酸酸甜甜 然後五花果的層次香 所以我把它開大火 對 郭師傅每次做的料理 就覺得很期待是什麼樣子 然後你用一芝麻再加下去 對 稍微拌一下就可以 炒的芝麻跟狗血 所以這個是當蜜劍吃 對 有時候你就把它冰在冰箱 半年都不會壞掉 對 好 那我們就來試吃喔 好 可以了 我們想說師傅 這一個無花果 這種甘露煮真的好吃 謝謝 它當菜汁也好吃 我覺得這個如果放在冰箱 冰鎮 當蜜餡 口感一定也好吃 對 你把它變冷藏之後 它應該會變很Q對不對 因為它現在就有那種酒香味進來 然後它本來裡面那個籽 就會有那個咔嚓咔嚓 可是再加上外面芝麻這個香味 還有我覺得你那個枸杞加得很好 對 因為它的枸杞是一個 也是一個酸 但是它是 淡淡的另外一種酸味 對 跟那些水果酒 跟它自己混在一起 你就變成是一個口感非常豐富 然後馬上身價高一級的蜜餞 真的 我們唐老師覺得戰不絕口 真的 因為我覺得這個蜜餞 本來吃起來就覺得很容易口渴 這個完全沒有這種感覺